條約裡面的23條 義大利Renunces 放棄 All right and Title to 索馬利亞 缺一條 你有注意嗎 義大利Renunces 放棄 All right and Title 日本是放棄什麼 Right Title and Claim 主張 義大利是放棄Right and Title to 索馬利亞 為什麼 這就正名了 索馬利亞是義大利的殖民地嘛 但是在一九五二年的四月 日本天皇宣布日本的教室 台灣就已經變得是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了 就這麼簡單啊 一個是領土 國土 一個是殖民地 索馬利亞對義大利 這個索馬利亞 義大利放棄裡 給聯合國託館 聯合國又給義大利 再入館十年 這樣喔 義大利給索馬利亞投票 台灣的問題來哪 跟十五條之恨 這樣清清澈澈 我告訴你 中華民國絕對沒辦法嚇壞 絕對嚇不過啦 你說得到嗎 有 有 有 打破的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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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 到 那麼 有 不到的地方,他很聰明 你看看,那个主席、马英雄 他的所谓的内阁都是什么? 都中国人,70% 为什么? 台湾人在这儿滚烫 台湾人都没有资格 你看看那个蒋教授 我觉得这个很好 他很清楚 他就要去做内阁 所以中国民国内阁都没有运气 因为中国人在那儿 还在我们台湾这个土地 为什么? 你要骗他的 因为在建政法里面有一个什么? 临时效忠调缓 所以2006年10月24号 我们家的男伴在够美国的时候 当时跟美国说三项 他就都开始做了 第一项 暂理不移转主权 所以你这样子 不能叫我台湾人去做兵 日本明治宪法的招书 1945年4月1号公布 让给台湾人参政权和参战权 各位 你看参政、参战 这么简单的 参战权的 参战权的意思是什么? 公民才能有参战权 因为你有一个效忠的对象 全世界所有的人民 对你的国家效忠 所以你才去服兵役 说到这个地方 给你一个尝试 因为我们这里的同学 全体都没听到 我问我们这里的同学 日本天皇的国籍是什么? 日本天皇的国籍 如果知道我等一下送你一本书 同学才可以啊 有没有? 日本天皇的国籍是什么? 日本天皇的国籍是什么? 我跟你说你们两个 跟台湾人一样 没有国籍 为什么日本天皇没有国籍? 他没有效忠对象 所以美国外外说 台湾人没有国籍 我才跟那些人说 后来你看到我先走在那里 为什么? 我跟日本天皇一样 我感觉的 没有国籍 因为日本天皇 没有效忠的对象 所以日本天皇没有国籍 不要说你不知道 你若有一位朋友来台湾人 你问 日本天皇的国籍是什么? 不一定答得出来 因为见到日本人 他也派你 大大 美国 美国已经要求中国民国 停止征兵 妈妈已经说要募兵了 我告诉你他募兵伺候 他如果募兵我就会给他 不可以募兵啦 你步兵是在叫台湾人去效忠谁 当然不对 中文明国不是这些国家嘛 那些国家是什么? 不是台湾国 我给你搞清楚哦 如果到现出是为止 日本天皇还没说过以前 不好意思 要是赏日本国 法理啦 法理啦 你不要紧张啦 法理 日本天皇跟日本境内管理是什么 我先说一个观念 1945年9月2号 当日本在签投降书的时候 在东京湾 秘书里建上面签投降书的时候 有一个外交部长 日本的外交部长 叫做崇光魁 他们从崇光魁他代表谁 代表谁 代表谁 代表你 代表日本天皇跟日本政府 为什么日本天皇跟日本政府要跳跪 意思不一样的个体嘛 日本的这都是日本的国家 日本天皇 从拥有这些土地 领后交付修修去管理 日本的 日本的 北京就是这样 这是二元的国家 所以当 第一个国的风地跟日本天皇群配料的时候 将到马关条约下关条约的时候 从台湾澎湖交给日本天皇 日本天皇国家 这些土地所有权给日本的首相 对不对 不对 因为 那天前台湾是 台清帝国的拓殖币 也定义是日本天皇的拓殖币 就是殖民地 就是殖民地 殖民地 哪里可以变成日本 进入日本天皇的国土 泰国公法 有规定 河海道 北海道 北海道以前是日本天皇 日本建议的什么东西 殖民地 日本的 日本的 河海道 跟黄岸差不多 这样的时候 这里实施民治宪法 实施民治宪法 让土地的人 和国民和土地 隆重规划 日本政府的神圣不可分割的人 台湾 你当时也是这样 1937年 日本 在台湾实施黄民法 黄民法 让台湾人说日本话 因为马关在那里的时候 日本政府并没有要求 要让你台湾人 马上变成日本的公民 那些人说得很清楚 因为你都没有说日本话 所以 日本政府拥有台湾 日本天皇拥有台湾 这个土地以后 台湾人也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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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日本人 都是一定公民 我台湾人变成議定 日本人跟我说 你台湾人也没有说日本话 你台湾人 我日本人 浩中这个日本天皇 三千多年了 你台湾刚才开始了 你如果经过几年以后 他要说日本话以后 日本政府拥给台湾人 有那个反应 所以 好民法是死以后 一直到一九四五年 死过去 日本天皇颁佛教书以后 他让台湾人参政权跟参战权 所以 台湾的这位土地 变成一奔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所以 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定义 不可以较 就是想我要掛给中国也不可能 开罗宣言 是1943年12月簽 你講的開朗宣言 我就講一個講述 還會聽 我今天跟蔣教授兩個 我跟蔣教授說 蔣教授 我手上有一張彩票 大樂透 名字就是開票以後了 拿掉掉了 我要問給你一碗 這是第一種情形 第二種 我跟蔣教授說 欸 我待會出在外面 我來買彩券 那如果丟掉了 那分給你一碗 後來不行 丟掉了 我請問各位 第一種的情形 這是我阿批姐 我要給蔣教授 蔣教授也不可以了 第一種的情形 依後會成 還是第二種的情形 後會成 郭光師拜也聽清楚 這是法論 杜勒斯 東西 你的記了 1950年的6月25號 韓戰爆發 中國 向韓國證拼 东西十二月转 周恩来 有叫古修权 率领九个代表团 去年代表他 他告诉他 他告诉他 他说 美国侵略无台湾 那他有跟他说 OK 如果台湾是你中国的 你拿出证明 回忆的时候 我怕你 他拿不出证明 但是美国在东西也够 中国侵略朝鲜 所以联合国表决 古修权 中国那个案子不过 但是美国和中国侵略 朝鲜的案子不通过 在十二月 一九五年年十二月二十三号通过 美国说 你看嘛 你讲届时已经违背承诺了 你说真的讲届时 跟毛泽东说的哪有 有啊 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说我继承中华民国 你记得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在那年来说 也是继承中华民国啊 所以中华民国所做的 还是人大的 你中华民国都要承认啊 两大理由 现在中国已经很清楚了 所以我个各位波济 将国做定格拍台湾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